大家好 多謝來到肥坤頻道 收看肥坤的影片 今天是9月13日 星期五 小周末 今天有很多自由行 香港的朋友 早早就來澳門玩 今天有肥坤出來八下 出來中區 看到這裏是爐石堂 兩邊兩邊 很多店鋪都關門 近期這間飯店開回來 改頭換麵 不知道是不是換過老闆 沒有機器 應該都 街坊生意 始終不夠 我賣給那間換機 多客 換機 每逢 假日 坐到本 要訂位 看看 橫街還有咖啡檔 這裏應該叫柴旋尾 以前附近都是海灣 避風塘 所以有盧石堂之稱 今天出來搭 今天出來搭 途途居仍然沒有聲音 黑拔拔,很邋遢 拉插阻 这区很多都是暴行区 你看路中心摆了桌子桌子就知道 冬了牌 一路上升至晚上十一点时通车 時間是下午的點半鐘 開始出來賺食的時間 這些餐廳 基本上應該都坐滿的 你都 以前舊高星 巨機手信舖的總舖 今天好像有人拍電影 可能做宣傳廣告 裡面站滿好多人 拿著攝影機打著燈 擺一擺 以前這裏是蛇旺昏 有一隻紅白在門口 這個時候抽風起直蛇就 出名 這裏有蛇旺曆 我們走回來福隆新街 仍然都是 很多 店鋪是關了門的 看來活化 活化都是一半一半 都沒有 始終是 很多 都是關了門 這裏看上去這個檔攤是煲仔飯 快要開檔了 秋風起吃煲仔飯是合適的 不過不知道有沒有改過 生材生工具 衛生設備之類的 以前是很烏味的 今天似乎幾多香港朋友 聽他的聲音已經知道是香港人 因為他跟國內的朋友說話是差一點點的 今天幾好太陽 南天白雲 三十多度 有點風 今天肥坤麗牌 見天氣這麼好 又出來拍下 在中區轉個圈 這裏都開始掛些燈飾 掛些燈泡仔 甚至燈籠之類 趕工 有很多連夜都照開加班 今天 今天碗仔翅都好像沒有什麼人排隊 不知道是不是還未開門 點幾鐘 這些當攤 開檔 這裏是大街 暫停的 竹仔頭 早上叫梅仔頭 柴旋尾 這裏還有一間 以前舊金碧 娛樂場 流上釣樓 後期改了麻雀館 現在就接賣了 這裡也有很多小食 到處都是賣牛雜咖哩魚蛋之類 這裏有幾間很有名的飯店 晚上很多人都在等位 不過這裏還有很多吉舖 今天很曬 要逛逛陰的地方 今天我們穿過去營地街 營技街 也叫澳門街 香港地 馬路上 新馬路幾擠涌一下 幾擠擠 一陣一陣 有條長車龍 經過金舖 看見金價好像又升了些 金價每天都升了 這個月是假取月 八月 不少人都要買回 有起事買回多點金 過了馬路我們走逛逛街 有一段時間都沒有走 有一段時間都沒有走 今天馬路好像很乾淨 不過平時都是這樣 每天都有人掃 這裏最搶眼就是 勝利餐廳 今天好像不用等位 可能散了 或者接近差不多兩點 接近差不多兩點 當年這裏還有很多 時多部 還有洗衣部 我記得有一間叫做巧華洗衣 講一下洗衣都不見了 這裏還有很多燒臘店 還有很多燒臘店 都沒有了 這裏很多燒臘店 只剩一間 斬斬下都不會在這裏買的 這裏開了很多菜蕩 看過真正的 看過對面就是營地大街 當年營地大街 未有營地大街之前 是一個市集 當年 是一個營場 講一下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市集中間就是營場 上來的 往日營地大街 就是車水馬龍 人們基本上是走出馬路中心 人有多單車有多 現在就井井有條 就沒什麼人 和以前真是 在80年代已經不同了 旺島縣外,老字號 有些朋友都買餅 月餅 我都很懷念縣外茶樓 山水明茶 當年在對面 門口還有賣金魚 有報紙檔 豬扒包 這檔燒夜食都開了檔 對面依賴的舊佩仍是關門 好像被集團收購了 等機會開 早兩天 高美街發生過大火 今天去買八一八 有人說以前的何開記 以前的何開記 舊子 後期賣臭豆腐 旁邊是明星百貨 晚上 燒通頂 這些舊樓 燒了就肯定要拆 還有警察守住 還未解封 還未解封 以前已經賣油炸東西 煎堆 那些 駕駛的餅 明星 都清了很多貨 結業的了 可能半千 今次 波及到他 都沒有什麼損失 如果是 交回報告給人 都不關他事 裡面已經清光了 今天我們繼續走 高美街 我們上去 賣草地八俠 女人街 以前這裏 一拉都是賣女性用品 當年 石仔路 走進來 這一區要攝攝攝攝才行 那段時間 很多 女士們在這裏 光顧賣食 現在開了很多食店 這些街邊當 都接近 上到來 呂窩廟 在這裏 先擺一擺 小周末 仍然 看上去 大三巴 都是很多人 可能一層一層 以前 女窩廟旁 在這裏 土地工那裏 石錦當道以前都是賣油炸的東西 對面 對面大青公 靜靜的 長前一點 以前有豆沙餅賣的 現在這條馬路 闊了些 新樓 這裏 這裏有兩檔 一檔是賣 豬扒包的 一檔是賣雪糕的 雪糕那裏 人頭湧湧 排長隊吃雪糕 天口熱 感覺上 人少了些 比一星期六星期 這裏仍然很多 阿姐凍了牌出來 有些餐飲 我們沿著 賣草地 走過去 板像堂 現在感覺上 好像很闊大 很美 以前是烏克 舊樓多 以前還有麵當 出名的 生麵 衣麵 我覺得拿著雪糕 挺開心的 今天出來 走遠一點 兜個大圈 出來板像堂口 好 這裏以前 舊可大文具 小小書店 還有一檔 盲公餅 賣餅 還有以前 很多百貨公司 現在這一區都變了樣 我們繼續逛逛街 我們繼續逛逛街 星期五 這裏 似乎吃街 都幾多人 還有很多人 在這裏打卡 這裏很多牛雜當 走前一點 就是 勞家大屋 小小 都幾多人參觀 今天這條街都算人多了 旁邊街 我想還剩下 從這裏上去就是 大堂 大堂都很多人在這裏打卡 附近都多了很多小食 可能晚一點三四點 這些人走到很累 過來這裏吃東西 或者買杯廢水 越開越多新店 這些屬於教會的店 也有幾間在這裏 賣教會的東西 在這裏 上去大堂 看一小時 不準 兩點多 兩點半未夠 兩點半未夠 早前就乘搭了 大裝修 在這裏 當年這個位置 是屬於高點 來的 周圍都沒有屋 一眼看出去 就見到海 一講一下 十幾二百年前 一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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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百年前 M8 名牌包包 女士用品 化妝品之類 新地標 好像不知昨天還是前日開張 不過就很低調 今天走過路過都被我撞到 地方都幾大 還有很多工人搬些貨進來 在現在這樣的市道還開一間大型的商場 還要是賣名牌包包 化妝品 服裝之類 裏面不知道有沒有餐飲 昨天好像開張很低調 不覺不覺就開張了 這裏是油證局後面 這裏還有很多舊大屋 下屋就是石級廁所 羅傑地巷 當然有狗技的雪糕 狗技都不見了 這裏也要去噴水池 這裏也要去噴水池 這裏是在噴水池 好像有地爐 要找人進去噴水池 不過裏面全部都是 姐姐 女士們 還要去噴水池 這裏是在噴水池 這裏是在噴水池 這裏叫羅傑地巷 這裏屋也有可能的歷史 這裏開了一間豬扒包 這裏開了幾多分店 這裏又有一間 這間雪糕店代替了狗機 今天好天出來拔下快閃 明天是星期六 明天有燒煙花 連續兩天 每晚兩場 又有金光大道的酒店無人機表演 又有唐莊表演 節目多多 今天在附近快閃 這個時間幾曬 我們下一集再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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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走 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